剛剛跑完的2月27日的谷草賽後 這一天我們又有很多職業排位計算表 以及職業數據庫的朋友 是命中過關 我說的是Q過三關 換句話說 又有很多用者這一天 是收過病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一天又是有很多 Top2的騎士馬跑入Q 即是女神和潘頓 也有不少 緊張的同情實力馬 排到Top那些 這些馬正正 我們在這個頻道 一直推介給你的 Q膽 就是用Top2的騎士實力馬做膽 或者用緊張的同情實力馬 排到Top那些來做膽 所以這一天很多朋友都是收過病的 其中有一位 就是姓蔡的朋友 這位蔡先生就說 他用了我們職業排位計算表 以及數據一段時間 他也中過不少次的Q過關 他說過過三關 他說這一天 他又非常之幸運 又命中了過三關 我可以說不是很幸運 因為你所做的動作是一樣的 所以以後 你一定會不斷重複命中 這一天 蔡先生買的三關就是第三場 第四場 第六場 首先我們看看他的膽 第三場的膽 叫做神舟威龍 神舟威龍 神舟威龍是什麼馬? 我們去第三場的實力馬 你會看到神舟威龍是近兩將的同情實力馬 這個是 莫尼拉 即是Top2的騎士 排的是中檔 即是屬於有利 這個是Top2的騎士膽 然後我們再看另外那兩部分 分別是第四場的華美公主 第六場的浩德威 這兩部分是什麼馬? 我們去第四場的計算表 谷數千二 我們就選貴奈 上兩將 同情實力 見到華美公主是排最Top的 而且排中檔 即是有利的 換言之 華美公主是一筆 更像的同情實力馬 是排Top的 亦都是我們 不斷建議你可以用來做膽的馬一筆 好了 接著他第六場 是谷數千二 他用的膽叫做好德威 所以 如果我們是選貴奈上兩將 同情實力的話 你看到好德威 亦都是一筆 Top的同情實力馬 也就是排二檔 排最Top的 那筆問點高峰是排外檔 即不是這麼有利 好德威就是排二檔 屬於同情排Top的實力馬 換言之 蔡先生所用的馬膽 全部都是我們在這個頻道 一直告訴你 那類馬 兩類 Top2的騎士 或者 更像的同情實力馬 下皮Top那些 好啦 膽就有了 那腳呢 腳我們講過了 是不是 你需要有這個 即排的計算表 因為為什麼 因為 在這個計算表裏面 可以 去選同情實力馬 換言之 你的腳是同情實力馬為主 他情實力馬為虎 這樣可以拖 那我們就看他的腳 高速1000 短途上兩象 高速1000 實力前四 他是這筆 Top2的騎士 成績威龍膽 所以他又拖 蔥牙 威先生 好田橙 他就沒有拖到 排十二檔 是難跑那一匹 揚名滿滿 即是形勢不是那麼有利 所以他拖了三匹的同情實力馬 在蔥牙 威先生 好田橙 然後他再加多一匹 超好玩 相信可能因為超好玩 那個排檔有利 還有他的跑法是會有利的 這個是第四匹 他拖他的腳 我們看 蔥牙威先生 超好玩 還有好田橙 結果第一關 他過到了 因為他跑第二 威先生跑第一 這條Q是排82元 這個第一關 好了 我們看他第二關 第二關 第二關 他用華美公主膽 首先看同情實力馬 有狀元才排八檔 他沒有拖到有向有上 可能因為覺得是 排十一檔難跑的 還有加上那一匹 大運舞台 是一檔的 就是 排檔有利的那兩匹 同情實力馬 即是 華美公主拖狀元才和大運舞台 這個是同情實力馬 好了 就這麼多 接著他拖什麼呢 他拖第三匹 就是他程實力馬 跟兩匹 當然這匹是莫來拉 是要拖的 旋風腿 接著他拖 大前匠那匹 清福 是因為清福是排內蕩 所以這個就是他所拖的四匹馬 就是同情實力馬為主 他成實力馬為父 可以拖的了 你會見到 華美公主拖狀元才 清福旋風腿 大運舞台 結果 華美公主跑第一 大運舞台跑第二 清福跑第三 旋風腿跑第四 他的一拖四 是中KOT和石龍彩的 當然他買的是KOT那關 是一百零百元 是第二關 好了 接著我們看他第六場 第六場他用好得威 是不是 這場呢 玉馬苗星呢 是跑第六的 雪過兩身衛 所以你把六 名字六 選出來 OK 看見到 玉馬苗星在這裏 更難像的 所以他就有拖 玉馬苗星 他就沒有拖到這匹民頂高峰 拍外檔 或者他覺得他的跑法不利 所以他 近兩場的同情 實力碼 只有一批 就是 玉馬苗星 如是這樣的情形 講過了 去實力碼那裏 要看什麼 上一場的 他情 是不是 所以他有拖 凝之光 和真先生 這兩批 就是現在 加上三批 接著他再拖 紅運爵士 就是上季有表現過一批 今次是一批 因為是女神的 所以他也是 拖了同情實力碼 然後 上將的他情實力碼 因為同情實力碼少 所以要拖他情實力碼 做不夠的話 就可以選擇 形勢有利的 紅運爵士 女神的筆 好得威 拖玉馬苗星 真先生 紅運爵士 和營之光 好 結果 這個第六場 亦被告到 就是第三關 因為這隻膽 是跑第二 馬苗星跑第一 所以他就中了第三關 176元 結果這位蔡生 三寸四 五元住 五百六十元 五百六十元 成本 就收 差不多按鈴 九千九 也有說一句 蔡生你的方法 正正是我們 一直推介的 所以你放心 你以後 是會有排中 而且分分鐘 是會有排中 有排中 大野 OK 繼續努力 如果你想在 未來的三月二號 賽事 用幾百元 下注可以 最容易 贏過萬的話 我們在這個頻道 一路建議你所採用的方法 你記住要運用 即是用 TOP2的騎士 潘頓莫尼拉那些 緊張實力碼做膽 或者用 緊張的 同情實力碼 但是排TOP那些 用來做膽 然後去 去計算表 去拖腳 以同情實力碼為主 他成實力碼為負 這樣去拖 如果你這樣買的話 是三月二日 這一日 分分鐘過到 三關那些人士 就是你 換句話說 這一日 分分鐘過到大野 那些人士 就是你 所以 千萬不要不信 所以如果你還未有 即便排位計算表 或者即便數據負 的話 這兩個工具 你就必須要有了 你平時買馬 是否經常喜歡買Q過關 但很少命中 我講的很少命中 就是連過兩關都很少命中 你平時是否很喜歡買三重彩 四重彩 你所行的膽 甚至買福膽 都很少命中 你平時是否很喜歡 敲一些冷碼 但是不知道 怎樣入手去選 才是最有效 你是不是還未有 職業排位計算表 以及職業數據負 這兩個 很多職業團隊 都所採用的 選碼工具 如果是的話 我就建議你 立即按我們這個影片下面 其實任何的影片下面都可以 即是在影片下面 如要訂閱請去以下 這個位置 按進去 立即訂閱 立即擁有這兩個表 為何我建議你 不要再等了 立即擁有這兩個表 有四大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這兩個表 已經有了效果的證明 因為由上季至今 我們已經幫用者累積了 所收的彩金 已經過了千萬 我們是全部有實例證明的 你可以看回我們BuddinBuddin這個channel 你去我們下面那個playlist 即是 即是 J101計算表 如何幫用者 以小本贏過萬 那些實例 很多很多實例 你可以看 全部都是有實例證明的 即是說這兩個表 是可以真真正正 幫到用者 是用小本购到達的 而且我們的實例 那些用者所買的 都是全部幾百元而已 是不會用超過一千元的註碼 而去賭過萬是沒有 全部都是幾百元而已 所以這兩個工具 是可以真真正正幫到你 以小本购到大的工具 而且有了證明 所以這個是我建議你 立即按進去這個位 去訂閱的第一個主要原因 而第二個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教你怎樣去用 職業排位計算表 以小本购大 而我們建議你所集中的 所買的馬匹 全部都是 更像同正實例馬為主 他正實例馬為主的馬匹 如果每次賽馬後 你都喜歡看下賽後檢討的 其實其中一個檢討的方向 但你可以看下那些馬 跑油Q或者三門賽四門賽那些馬 是不是經常是有 同正實例馬特別是 緊張的包辦 OK 如果你看回之前 保證你會有驚人的發現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都是這些馬匹 所以正正是有些什麼馬匹 所以這個職業排位計算表 就可以幫你有效地 在那些更像的同正馬 實例馬裡面 篩選出真正有實例的馬匹 去投注 而這個功能就是計算表 如果你看這個頻道一段時間 你應該知道很清楚我講的是什麼 所以換言之 第二個 建議你立即進去 擁有這兩個表的原因 就是 你可以如果你是用這兩個表 是運用我們所教你的方法去買 就是買Q過關 或者三重賽或者四重賽 而三重賽四重賽 只是把馬彈排在第一第二 而不是行複色 而Q過關 你可以過兩關 過三關 甚至你可以買馬鐵 甚至三T都可以 因為這些全部都有用者中過 你可以看回這裡 可以看回我們之前 那些實例裡面有很多的 三T、馬鐵、Q過關 全部都有人名中過 而且很多都是不斷重複 所以第二個主要原因 你需要立即用這兩個表就是 你以後所買的馬 是有非常大的命中機會 因為我們叫你後的馬 全部都是更像的同性實例馬 OK 換言之你照著買 你可以不斷重複命中的 而且你所買的Q過關三重賽 都是過萬的 即是說換句話說 你以後所買的馬 全部都是真真正正的 可以以小預算 預算到大的 可以預算過萬的 採持 這樣買 你才有機會 預算到更大的 這樣買 你才有機會 不斷重複命中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保持著 買一段長時間 例如一季 兩個月這樣買 我可以保證你 可以重複命中的大 因為已經有很多用者 都是這樣 有這樣的經驗 而且在這個頻道 和你分享過 這個第2個原因 第3個原因就是 用了這兩個表 你每天每個賽日的成本 都是30元 其實30元就等於買 一個工具去選馬 其實你每天每個賽日 你都會花幾十元 例如30元左右 去買工具 例如賽前你可能會買 排位報紙 看賽職或者馬步 看賽職 賽日你也可能會買 賠率版 或者看人家的貼士 其實每個賽日都差不多 你用了30元 但問題就是 你以前那30元 如果你買了很多年的馬 那些工具對你有沒有幫助呢 如果對你有幫助 你當然可以繼續去運用 但如果對你沒有幫助的話 那為什麼不轉呢 因為你每個賽日 也都是只需要花30元而已 就可以立即擁有 職業排位計算表 和職業數據庫 這兩個很多專業團隊都用的工具 那為什麼你不用呢 更何況這兩個工具 才可以真真正正 幫你用幾百元去波一個萬 是吧 因為我們已經有不少的實力給你看了 所以我建議你 立即去擁有這兩個表 按右這個位 如果訂閒以下 按入去 立即訂閱兩個表 的第三個原因 那當然第四個原因也很重要 因為當你立即擁有了之後 因為你已經看過我們這個影片 一段時間了 channel 你會知道怎樣去買 那當你運用同一個方法去買的時候 例如買Q個關或者三五彩或者四重彩 在未來的賽日 分分鐘還打野 各位人士 就來了 千萬不要不相信 是不是 因為我們有很多都是 初用者一賣即中的 所以千萬千萬不要不相信 未來的賽日 可以打野 各位人士是你 而且還是用小本去打野 OK 所以最後 再說一句 如果還沒有的話 就立即按這個位 就是要訂閱 請去以下 立即擁有這兩個表 立即運用 OK 千萬不要浪費任何一個賽日 因為每一個賽日 都是你可以以小波島大的賽日 絕對不可以互亂浪費 OK 如果你覺得今次的影片對你 第一天是有啟示的或者有幫助的 就麻煩你在這個位置 就是like那裡不斷按一按鼓勵一下 OK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這個channel 而且想學多些 關於如何可以真正小本波島大野的買法 那我就建議你按這個 就是訂閱了 因為為什麼 當你按到這裡 當你訂閱了這個channel之後 我們有很多新的video 新的方法 新的用者的心得 你就不會再錯過了 這些對你以後選馬 怎樣去選馬 怎樣去買馬 怎樣去投注 怎樣去真正用幾百元去波過萬 是有非常大的幫助的 OK 所以你不想錯過 以後新的video就建議你按這個位置 訂閱了 好了 我就在這裡就預祝你 在接下來的賽日 又過到關 又波到大野